现在大家买车都喜欢买自动挡,主要还是因为自动挡比较方便,手动挡的操作就复杂点,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买车懂得,毕竟手动挡便宜一点,但是对于经验较少的司机来说,开手动挡就会出现很多问题,一般情况下,司机们在过路口,经过红绿灯时都会踩离合挂一挡,这样变绿灯时起步就很方便,也不会有熄火的情况发生。 李斯基说,这种操作方式会损坏离合器,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,到底会不会损害到离合器,等红绿灯时,大家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踩离合挂一挡,如果红灯时间长,那么就会一直踩着离合,这样分离轴承就会磨损,时间久了,磨损分离轴承踩离合就会发出异响,其实这种操作不会造成多大损害,因为你不是踩一半的半年动状态,而是一脚踩到底,离合器片只有正在超复合离合器打滑状态下, 或者半年动状态下才会有磨损,如果大家等红绿灯的时间超过10秒,最好不要踩离合挂一挡,直接挂空挡,这样分离轴承的洞弹就不会选择,也不会产生压力,车子的损害也会降低,如果等红绿灯超过10秒,最好的方法是直接挂空挡,搭起手杀,你们觉得这种方法有效吗?